美国国土安全部10月4日发布公告说 联邦政府在德克萨斯州南部斯塔县豁免26项联邦法律的实施 以便在这一非法移民入境现象严重的地区增建边境墙 此举使斯塔县的边境墙建设能够动用2019年国会相关拨款 并可避免因审批或环境法方面的诉讼拖延工期 这被认为是拜登政府在修建边境墙问题上立场急转弯 修建边境墙是共和党人特朗普2016年竞选总统时的重要承诺 长期以来遭到民主党人强烈反对和抨击 拜登在2020年竞选期间承诺 我的政府不会修建一英尺墙 并在2021年1月就任总统后叫停边境墙建设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利杭德罗马约卡斯在公告中说 目前迫切需要在美国边境附近修建实体屏障 以阻止移民越境 今年9月以来 美国与墨西哥边境涌现新的移民潮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消息人士提供的数据称 美国执法人员9月在美墨边境拦截的非法移民 可能超过26万人次 唯有记录以来单月最高 根据州长纽森10月4日签署的一项新法律 加州员工将有权享受5天带薪并假 而目前只有3天 该法案最初提议提供7天带薪并假 但在立法者在委员会过程中听取了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证词 并考虑了价格后 这一提议被减少到了5天 据估计该法律第一年将花费州和联邦政府3460万美元 之后每年花费6720万美元 这是将该政策扩大到包括家庭卫生工作者的一部分 已签署成为法律的该法案 收到了加州劳工联合会和加州服务业雇员国际联盟的赞扬 该联盟支持并假的扩大 然而 包括加州商会在内的众多商业团体反对该法案 并警告称 并非所有雇主都能负担得起加薪的费用 执法混乱可能会使公司因休假争议而面临诉讼 10月5日 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 挪威作家乔恩福斯被授予该奖项 以表彰他创新的戏剧和散文 为不可言说的事情发生 乔恩福斯1959年出生于挪威西海岸文化名城 贝尔根以南的小镇豪格松德 他以挪威新诺斯科语创作了大量作品 涵盖了各种体材 包括戏剧、小说、诗集、散文、儿童读物和翻译作品 其作品已被译成40多种文字 他也是全世界作品被扳演最多的剧作家之一 今年 中国作家残雪再度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 在过去几年 他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 作为中国最负影响力的摇滚音乐节之一的 迷迪音乐节在河南省南洋市卧龙区举办 吸引了中国各地的乐迷赋约 部分观众选择在场地附近的官方露营区 迷迪营扎帐篷过夜 然而在音乐节期间 多名乐迷反映自己在现场或露营区的财务被盗 包括食物、衣服、手机、相机、电脑、随身行李等 甚至有人因车钥匙被偷走无法返程 这一乱象引发公众关注 经过公安机关的积极侦办 现已抓获拘留了一些盗窃者 追回部分财务 已对发布好多帐篷谁需要过来拿不实信息 煽动误导村民的陈某依法刑事拘留 南洋市区两级政府也会联合迷迪方 尽力挽回月迷的损失